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做奶油冰皮月饼 要做好吃的奶油冰皮月饼,少不了奶粉的助阵 我选择来自NZ纯天然牛制的奶制品 因为都是NZ grass-fed牛奶制成的 味道特别相容,又有营养 来看看制作奶油冰皮月饼需要的材料 先介绍做奶油馅料的油 五面牛油50克 糖30克 鸡蛋2粒 Friendly Fulcrate Milk Powder 40克 Weed Starch 20克 做冰皮的材料有高粉100克 Icing Sugar 40克 Friendly Fulcrate Milk Powder 3汤匙 白开水170克 还有Shortening 20克 还要准备一个50克的月饼膜和高粉20克 我们首先来做奶油馅料 在准备奶油糊时,把水烧开 接下来把牛油和糖打发制均匀 依次加入一粒鸡蛋,搅拌均匀 在你加入第二粒鸡蛋的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点Splitting有一块块的 别担心,是完全OK的很正常 现在我们加入奶粉和Weed Starch 搅拌均匀就OK的 我们现在就把奶油糊放在煮好热水的卧上 然后呢用Spatula开始搅拌 直到奶油糊变得光滑 而且不再粘在Spatula的背面 煮熟后的奶油馅料呢,就会比较结实 我们用Clean Wrap盖上奶油馅料 然后放进去冰箱冷藏定性之后 我们出去准备我们的冰皮 我们将奶粉打入摆开水中 搅拌至溶解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待用 我们将高粉和Icing Sugar Sift在一个干净的碗里 然后搅拌均匀 用手将Shortening揉入高粉中 接下来呢,我们加入冷却后的牛奶 用Spatula搅拌到面团成型 然后呢,把面团揉几分钟 揉到均匀为止 我们把面团分成小块 每小块30克 然后揉成圆球 从冰箱取出奶油馅料 分成20克的粘分 做成圆球 在揉面团的地方,撒一些高粉 我们用揉拎拼将每一个面团压扁 中间厚一点,两侧比较薄 接下来呢,我们将奶油球放在中间 用冰皮包起来揉成一个球 在月饼抹洒一些高粉 将面团压进去膜里面 补平后再将月饼挤出来 那我们的奶油冰皮月饼就完成咯 放入冰箱冷藏一下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 或者隔夜 口感会更好 你们可能好奇为什么我一定要选 Fernleaf Food Cream Milk Powder 我觉得自己和家人 当然要给最好 最有营养的奶制品 像来自100% NZFernleaf奶制成 有特别浓郁的奶香味 含有Vitamin A B2 B12 High Calcium High Protein 和Magnetium 无论是在早餐的玻璃杯中 还是作为食谱的材料 都是值得信赖 所以我常用Fernleaf Food Cream Milk Powder 你们也试试看吧